好,我们掌握了勾摩托三个执法之后,我们赶快来弹好听的曲子吧 第一首就是我们《笑江湖》当中的主题曲 《沧海一声笑》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 那么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带着大家认过我们的琴弦了 我们二十音音琴弦一共只有五个音 Dore Mi Sola 那么它分别都在不同的音高区域上面 我们一起下来复习一下 Dore Mi Sola 这个是最低音 那么越往低,它就在它的低处 就是下面的地方是加了两个点 这是最低音,下面加两个点的 Dore Mi Sola 接下来是下面加一个点的 那么就没有那么低,但它还是处在低音区 Dore Mi Sola 这是下加一个点的 接着就是我们没有点的中音区 Dore Mi Sola 好,然后越来越往高的时候就进入高音区了 Dore Mi Sola 高音区呢,顾名思义呢 就是在高处,就在上面加了一个点 好,然后背高音区只有一个音 Dong 那么它就是在高处呢,加了两个点 加两个点的音呢 只有一个,就是最后这个Dong 好,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音银还有它的位置 一定要近清楚 因为我们要看着谱子 能够找到我们相应的音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如何运用《勾摩托》来弹奏这首 大家十分喜爱的《笑傲江湖》 一起来听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优美的旋律 那我想呢 主要是在执法的运用上面 我们一定注意 在第一首曲的当中 基本上没有出现我们的中指 所以它更加简单了 主要就是食指和大指 也就是抹和拖的交替进行 那么一般的规律呢 我们都是会以食指打头 然后食指大指 食指大指这样交替着运用 所以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呢 执法就变成一种习惯成自然了 那么在音高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找到我们的第一个音 拉 我们说了绿色的琴弦是so 那么挨着它的这种琴弦就是拉 好,找到第一个音之后 我们只需要排队着 往下进行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句是排队 往下走 拉,so,mi,right,do 好,实际上就是挨着往下走 好,相当简单 然后我们第二句是mi,right,do,la,so 那么我们要找到我们打头的mi 还是以so为一个借鉴 挨着它的是mi 好,找到mi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排队挨着走 好 好,所以这个音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么前两句连在一起就是 第二句 好,其实就是大排队 非常简单 那么第三句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这两个音重复了一次 很简单 接下来又开始排队了 是从低处往高处排队 好 再一次 从高处往低处还是排队挨着走 好 最后有一个返回一个音 为什么运用的都是一些大家熟悉的乐曲 主要是在一开始能够缓解一下大家对于节奏速度上的一个掌握 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整个乐曲的速度和节奏 好 好 好,爱着排队走 接着还是排队 好,这两音重复一次 好,排队走 好,排队 好,结束剧其实更简单 还是跟第一句一样 排队挨着弹下来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却又好听的旋律 我想可能大家要不到两分钟 我们就能弹会了 但是因为这首歌大家十分熟悉 所以确实帮助我们快速的学习 如何更好地掌握我们的节奏 我想我们必须学会读谱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谱子 那么上面体现出了一些节奏 但是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基本节奏 我们只要把这些基本节奏掌握好 我们就能弹奏得非常准确了 那我想在弹奏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就是学会打拍子唱会它 比如说 好,大家看到我在打拍子的时候 我的一个单音就是打了一下 也就是说打一下就是一拍 那么当我们看到第二拍上面 有两个音下面带一条横线的时候 说明是一拍里面两个音 那么我就在打一拍的时候 我要唱出两个音来 也就是拉搜 这就是一拍两个音 拉搜 如果是一拍一个音就是拉 一拍两个音就是拉搜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一拍 后面有个小横线的 那么如果小横线就说明 这个一拍还要延长一拍 等于它总的长度是两拍的长度 但是你不用再唱一次了 只是你把它的声音要拉长一倍 然后我想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节奏 我还没有给大家讲我们上面的连线 我们先把连线去掉 再来唱一下我们的第一句 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很清楚我们的一个节奏了 拉,拉,收,米,来,都,二,都,二 对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节奏 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在虽然是入门 但是大致的还是了解一些简朴 所以我想我还是需要大家进一步的去准确它 准确我们的读谱,准确我们的节奏 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解 上面带了一个连线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小节 拉,拉,收,原本是这样的节奏 可是呢 两个拉之间带了一个连线之后 大家听一下我唱出什么效果了 拉,收 好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 当两个相同的音加了连线之后 第二个音不要再唱它的音名了 但是它的实质是要保持的 也就是它的位置不能少 但是它的音名我们不再重复唱了 也就是原本是拉,拉,收 加了连线之后变成拉,收 好,大家明白了吗 我们看着谱子 一定要自己做复习 好,那么第三小节本来是两拍的都 第四小节也是两拍的都 那么中间加了一个连线之后呢 我们的第二个都不再重复唱了 那么也就是把它们两个的长度加到一起了 那它们变成几拍了呢 很好数 变成了四拍 那么也就是说 都二三四 这是你心里在数 唱的话应该是 都 好,那你就明白了 因为之后的所有的连线的情况都是相同的 好,我们把它连起来 主要是先把第一句唱会了 拉,收,米,瑞,豆,二,三,四 好,下去 米,瑞,豆,拉,收,二,三,四 不要少 银,拉,收,拉,收,拉, До,ora, mi,iffs 好 拉,收,米,瑞,豆, 레,二,三,四 拉,收,米,瑞,豆,二,三,四 拉,收,米,瑞,豆,二,三,四 so 2 3 4 so la so la do re mi so la so mi re do 2 3 4 好因为我们确实都不是学唱歌的 可能唱谱子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听 但是我们其实目的不在于好听 目的是打着拍子能把我们的节奏唱准 所以大家其实在唱的时候 把我们的注意力一定是放在我们的节拍上 还有放在我们的一些像连线这样的符号上面 养成一个非常准确的节奏的这样一个习惯 将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节奏的素质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入门这些基本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我们再完整的弹奏一遍 参海一声笑 我们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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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